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今天下午就出來會見記者 PK等就說 警方已經主動調查了21宗警員行為不當的案件 並向相關警員作出訓斥 到底是包括哪21隻 其中一隻是交通警 在去年11月11日 這隻交通警駕駛著他那輛電單車 在攜坊衝向人群 另外有兩隻警察 就是向著立場新聞記者的鏡頭 展示記者的身份證 只不過對於721和831這兩個警方的死穴 PK等就說沒有查 為什麼呢 他就說因為監警會已經就事件獨立調查 加上有執法部門就事件立案 故此警方未將相關的案件納入調查 首先你的訓斥已經沒有作用了 連紀律處分也沒有 扣糧也沒有 什麼叫訓斥 叫個夥計下房間罵你兩句 你以後就不好了 那就訓斥了 又不癢又不痛 對於他有什麼影響 他做出這些魯莽行為 濫權行為 竟然只有一句訓斥那麼大把 最多發封信給他 那又如何 請問有什麼作用 起碼也扣糧 那些醫療人員搞工業行動 一上班沒多久 又說要發封信給別人 說這樣那樣 又打算嚇人家 又說準備扣糧 這些警察 原來做了這些 乾犯了這些惡行 換來一句訓斥 還只有21個警察那麼多 真是偉大 鄧炳強大署長 整班蠻坦遲早拿去軍事法庭審訊 就對了 這個獨立調查也沒用 接著有記者就問到他 警員的個人薪酬津貼預算 由原本的2.56億 增加了9倍 到25億半 為什麼 鄧炳強大署長回答 其實他們每個月的超時補稅 都只有一萬多元 涉及一萬二千個警員 他覺得這是非常合理 當然是不合理 你這班警員 到底你執勤的時候 有沒有必要 都不知道多少次 是被市民拍著 你這班警員 在一條 完全沒有人的街道上 走去進行 所謂的執勤 整班人在暴操 在空蕩蕩的馬路 還有 整班人聯群結隊 就走去隧道 撕的文宣 撕東西 要不需要那麼多人 撕的 這些所謂的執勤有沒有作用 有沒有必要 還是純粹想出這些超時補稅 做這些無謂的事 被人拍過很多次 你們這些警察 有賊的就不去捉 又不去行必 又不去巡邏 又不去簽導簿 專門做這些無謂的事 這樣就算是超時工作了 還有 鄧炳強 出席了一個明星飯局 跟這班明星足球隊 在這個飯局之上 鄧大署長淪為小丑 就說 做警察 都是學成龍大哥 和方忠信 去到區議會的對答那麼厲害 就是看了智偉那部開心字典 說這些完全跟你的身份不匹配 不恰當 鄧炳強又有辯解 他說在矽間 是用了比較幽默的方式 或者比較客氣的說話 是說了這些事情出來 有些人就好像魚獲至寶 好像發現了天大醜聞 他就覺得 是有些小題大做了 你學成龍大哥做警察 難怪做到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 你的身份是不恰當的 你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而且是警務處的一哥 你說這些說話 你以為你是傘子嗎 真是離譜的 你出多少錢一個月 在會議上 對著那些明星 不知所謂 還有他自己承認 社交距離的敏感度 確實不足 就是不足 特區政府三星五令 叫你們這些人 不要搞這些聚會 你專門去搞 專家的說話你不聽 特區政府的說話你不聽 所以你這就是林鄭月娥 根本上上梁不正 下梁歪 虧你用好意思 去踩低別人 抬高自己 又說 韓國如何 日本如何 新加坡如何 關你鬼事嗎 是不是 你自己的一哥頭馬 你都管不了 又說自己有三萬多個粉絲 全部都是警隊支持你的 怎樣支持你 你叫他不要聚會 他專門去聚會 支持你 這些叫做 這些叫做防控工作做得好嗎 關你特區政府屁事 全靠是那些醫療人員 還有是香港人的意識夠高 關你鬼事嗎 這些人是 還好意思在這裡自吹自擂 認屎認屁 真是不知道這個醜字怎麼寫 是不是呀 經常在Facebook學人貼文 省點吧 這些人 自己的頭馬都沒管得到 認屁股學人出來認屁股 不及了 回家睡覺 好了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關於 深圳灣口岸的入境漏洞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根據HK01的報導 他們的記者接觸了一名 在深圳灣口岸上班的職員 根據這名職員的透露 近兩個星期從湖北回香港的人 沒有被即時送往一些中心 到底他們送到哪裡呢 原來就先在這個口岸大堂 要等幾個小時 才獲得安排 是上專車送往中心 有人就由早等到晚 有人就由下午等到夜晚 這個當然就是會構成了非常之重大的安全風險 因為這群人等候的地方 只不過 只是用一些平方來遮擋 而大堂的人流就十分之多 根據昨天的情況 竟然間入境的人 是要排五個小時才進入 好了 今天查過數據 原來昨天經深圳灣入口的人次 已經是上升到1800人 貼近2000人 又敲響了警號 大家記不記得 林鄭宣佈這個措施的時候 第一天 只有300多人 現在升了六倍 輾轉之間兩三個星期 你知道林鄭經常說 沒有人會這麼愚蠢 所以特地走上去又回來要運兩星期 現在人人都知道你的措施就是九流 還有誰會買你怕 所以現在的人數不斷上升 我們節目的一早就預計了 當大家看清楚事實的時候 怎會還有什麼好害怕 排隊又排幾個小時 這群人又在大堂等幾個小時 這當然是造成了非常大的風險 起碼你要安排他去戶外坐 你可以一樣坐屏風 不會吹傷他 你四面圍封住他就可以了 連這些事你都不肯去做 想多一步都不肯 全部都是官僚主義 全部都是腐敗的 想多一點點都不肯 你的屏風擺出去行不行 叫人在市區多送屏風過來圍住的人行不行 做多一步都不肯 一尾就說要等專車 最好笑的是什麼 有些人11點多鐘才過關 就讓他們的職員說 是不是刻意闖關 那些人便解說不是刻意的 好了 這群人來到的時候 由於需要向他們發出一些登記 核對資料等等 就趕不設搭這個美班的專車 衛生署的職員 竟然要求這群從湖北回來的人 先行回家 第二天再接他們入中心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子 那你還有什麼措施可言呢 他自己回家 然後第二天又再接他 這段期間他已經接觸了很多人了 是不是 他晚上跑去撲你又不知道 跑去剝你又不知道 跑去做什麼你都不知道 不知所為 這些就是你林鄭拿出來 大無私樣可以用來 認屎認屁自吹自慮的措施 是不是 關你特區政府屁事嗎 你真是 你真是好意思出來 認屌認威的 省一點 你們真是這樣的措施 是 說起來天衣無縫 那樣 你那些專車一天有多少班 出來交代 是不是 是不是 花那麼多錢 買肥牛送上門 你又聰明 送雞上門 你這些為甚麼專車你不做好 一個小時一班 行不行 是不是那麼難安排 特區政府那麼多錢 專機你都可以安排 專車你安排不了 你這個政府是做什麼的 最離譜的就是你讓這班人在社區自由流動 本身這班人就已經是高風險了 不然你就不需要安排他去入住 他自己回家 當然他可以在街上自己逛 是不是你管得到他 好了 他自己逛的時候 對於其他市民是不是很不公平 可能有些人幾天都沒有下街 突然之下街見到這些人 迎頭碰面的時候對他打個黑癡 那怎麼辦 你特區政府賠一條命給人家 這些垃圾政府真是不知所謂的極 做完這些措施 尤其是你林鄭真的不要再出來認聰 關你甚麼事 連陶傑也串你 和你特區政府是沒有關係的 這些東西 還在踩人家說 別人做得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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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的事 不輪到你這個林鄭來批評 而香港 做到有這個成就 不關你林鄭的事 是市民那個防備的意識高 警戒的意識高 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再出來認聰明 告訴你 看見你眼淹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